石定淡蓝吊桥去年因为受到台风侵袭 导致锤吊锁断裂因此封闭进行整修 原定要在暑假完工 而在石定区公所及各方努力下 工程进度大大提前 吊桥整修工程已经完成 并且重新开放启用 同时搭配着双膝口停车厂周边景观设施升级 让民众来到石定有更好的游戏体验 原本预计在暑假完成整修工程的石定淡蓝吊桥 现在提前完工重新开放启用了 去年受到台风侵袭导致锤吊锁断裂而封闭 经过了各方努力以及石定区公所积极处置 整修工程顺利进行并且还提早完工 包括了锤吊绳索夹具全面更换 吊桥面板更换为更为耐用的铁木材质 另外还将钢购除锈油漆等等 很感谢我们新北市政府的民政局跟养工处 有抑住我们相关的工程经费 所以我们这次除了把锤吊锁这种结构性的 比较结构性的那个部分去做修缮之外 我们还有做了一些踏板和扶手一些更换 和一些主桥塔一个油漆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大蓝吊桥算是一个 很宽然一新的一个感觉 石定区公所公务客客长郑友慎指出 锤吊锁除了全面更换 同时采用了安全系数更高的材质 让吊桥的使用安全性大大提升 根本的锤吊锁它是比较细的 所以就是然后再加上它是这次是因为 它的塑胶的塑胶的套管破裂 所以造成里面的钢锁线销使 那所以是我们这次有针对它的一个 锤锁所的一个材质有做一个特别的选用 所以就是也会 就是因为我们这次改善材质之后 其实桥梁的安全系数是更加完备的 大蓝吊桥是大蓝古道石定段的入口 对于石定观光来说极为重要 石定区长刘彦博表示 非常感谢公所同仁的努力 使得整修工程进度大幅超前 连同双溪口停车广场周边景观设施的升级 相信可以让来到石定的游客 有更美好的游戏体验 藉由这一次的完工 其实我们未来就期待 我们不管在办大型活动也好 或者是说吸引各国内外的观光客也好 能够提升一个很大的注意 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们也会再加强 更多人文关怀 以及自然风景的一些更多的深入的介绍 我们期盼其实让更多的人 可以更深入的了解石定之美 石定淡蓝吊桥全长约100公尺 大红色的桥身横跨于山水之间 是来到石定必走必拍的美丽景点 如今重新开放启用 让游客可以再度欣赏美丽景致 一览石定之美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实定采访报道